OK,我们可以继续了 那我先切分享,免得忘掉了 OK,那我们刚才 用这个长颈录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桌椅的例子了 不过在看这个例子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像刚刚在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就放了很多的 档案,包括 原始的 排列好的七脚板,然后 有一些不同的 排列方式,各自 都是一个不同的档案 那所以这些东西 就会都放在 同一个SIMS 这个资料夹里头 好 好 那所以 这样子的这么多这些 资料夹等等等等 放在同一个 同一个资料夹底下的 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就称作是一个 专案 一个project 那在 数位媒体设计里面 一个 一件工作 比如说 不管你现在是要拍一部电影也好 或者是拍一个广告 就是说 不管影片长短 它可能都会是一个 专案 或者甚至是专案里面 还有专案 比如说 很典型的电影来讲的话 它很多特效的部分 其实 电影公司可能会发包给很多不同的制作公司 依照你的分镜表 就是哪一段到哪一段 是哪一家公司 承接这个案子 所以一部电影本身 它可能就会有很多小的专案 所构成 不管怎么样 专案 一个project 是我们数位媒体制作里面的一个 最基本的单位 那讲这些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是 就直接开启 我们的七小板 那个档案了 就直接开启它 那其实通常我们真正在面对一个 工作 面对一个专案的时候 我们要先建立好一个专案资料夹 然后像这样子 建立好这些东西之后 才开始我们真正的工作 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怎么要建立这些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所以我现在要从七桥板 这一间工作 切换到另外的书桌 那一件工作的时候 那其实我整个就要切换 我所使用的专案 那这个切换的动作呢 在File这个选单底下 有一个set project 设定专案这个指令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地方 然后 通常我们不必回到最上面电脑这一层了 因为我们的专案都会放在 Maya project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以像现在我刚刚选择set project 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再选到我要开启的 像这边是 这一个student desk 这个资料夹 那我就选择set 那这样子之后 我再来开启我的专案 那正常情况来讲 Maya就会自动帮你开启 你刚刚所设定的 新的专案 底下的things 这个资料夹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我就可以比如说 这个档案 它是整个包含桌椅的部分 那这个桌椅的部分 其实我是先从桌子跟椅子 分开来建立 总之就是它会自动帮我们切到 专门放场景的这一个资料夹 那另外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资料夹 这些资料夹都有一些固定的名称 那这些名称 你可以改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直接使用内定的这些名称 因为你如果自己改了一些不一样的名称之后 你可能要去改你的整个专案的设定 那这个案例 我们刚刚有看到做出来的结果了 然后也看到我们有单一的椅子 有单一的桌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跟大家来 重新开始建立这样子的一个专案 但是在重新开始建立这个专案之前呢 我先顺便介绍一下格点的功能 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桌子的地板上面有 像沙窗一样的这样子的格子 这个称作辅助格点 Grade 它是在我们的Display这个清单的第一个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前面没有打勾的时候 我们的画面就没有这些辅助的格点 那如果选取它这个辅助的格点就会显示出来 那但是显示出来的时候 你选到任何一个物件 然后移动它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很自由的任意移动 它并不会受到这些格点的限制 那你要启动格点限制的功能的时候 要按这边这个有一个紧字号 然后上面这个其实是代表磁铁 马蹄形的磁铁 按下这个按键之后 那接下来你的物件的移动 大家看好像跟刚刚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们看到在Channel Box这边 X位移的部分就不会出现小数点 那如果把这一项关掉 再来移动它 大家看到这边就会出现小数点 所以这个是贴齐格点的功能 那再来我们就说明一下 那这个贴齐格点到底要怎么设定 我们打开一样选择Display 然后在Grade呢 我们按后面的这个小方块 上礼拜有讲过 任何一个指令后面如果有小方块的话 就代表说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参数 我们可以去设定它 那所以我现在点选它 那我看到这边有几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长宽 这个代表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 有出现沙窗格的这个范围 到底有多大 那这边是60单位 就是水平垂直都有60个单位这么大 那一单位多大 玛雅内定一单位是一公分 我们等一下再讲 如果你要把它切换成公尺的话 怎么切换 一般我们如果像现在做室内设计 或者一般工业设计 大概用公分做单位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建筑甚至是 都市规划或者室外场景等等之类的 那公分的单位就太小 你可能要切成公尺 甚至可能是切更大的单位 所以这个60就是这边 60乘以60的范围里面 它会画上格线 接下来的Gritline 每隔多少个单位 会出现一条主要隔线 然后接下来的是 主隔线要做几个细分 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地方 我现在主隔线的距离是五个单位 也就是每隔五公分会有一条主隔线 然后主隔线之间被切成五个分隔 所以每一个分隔就是一公分 那画面上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是主隔线 什么地方是小的分隔 我们就利用这些隔线的颜色设定 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内定的设定 但是你可以改 只是这个颜色 并不能够任意的去改动它 MAYA只提供这几种固定的颜色 只提供这几种固定的颜色 其实设定这些颜色 在挑选隔点的颜色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不要跟我们场景里面的物件产生混淆 或者被物件遮蔽掉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隔线设成是灰色的 像这样子的灰色跟场景的颜色可能就太过接近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XX代表我们的坐标轴 X轴跟Y轴 那我先把它设成黑色 大家看现在这个地方变成黑色了 刚刚的隔点范围更大 因为之前这个档案存档的时候 它设定的跟这边并不一样 这个数值比较接近MAYA内定的数值 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它的隔点的范围就缩小了 因为这张桌子桌面本身 大概我印象中就是60公分乘以60公分 那总之这两条是坐标轴 再接下来是主隔线 那我把它换成用这个浅色 那我们看底下这三个按钮 大概最后一个就直接关闭掉这个对话光了 那按Apply是当我做了任何修改的时候 立刻显示这个修改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就会看到有这些隔线 然后再来是小的分割 那现在我稍微近一点 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大的分割的中间 这边会有比较深的颜色的细的分割线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调整 这些不同的颜色 那你可以去选择各种不同的颜色的组合 有的颜色组合可能就很刺眼 没有什么帮助等等 你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好 那这个Apply就是不关掉这个对话光 你可以一直调一直调 那Apply and Close就改变设定之后 比如说我把细的分割线关掉 那这个应用之后 同时就把对话光关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只留下阻隔线 所以这个是Grid设定的部分 那总之一般如果像 像这样子一般的室内建模的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 其实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贴旗隔线 它真正贴旗的部分 不是主隔线 而是次分割 所以像这边这样整个设定之后 最小的分割就是一公分一公分 那一公分一公分 对一般我们做这样子的室内场景来讲的话 其实有点稍微细了一点 五公分五公分可能就会比较好用 因为设的越细 其实你在移动物件的时候 反而比较要去做 去注意到细节的调整 所以有时候我们宁可把隔线调的大一点 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我可能把主隔线的距离调成是 我用10公分好了 然后次隔线 这个我设成2 就是中间再切一半 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就是5公分5公分的一个隔线的距离 好 然后这边我用这样子的颜色设定 好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地板上的隔线 那你就知道说黑色的是坐标轴 白色的是主隔线 那深一点的灰色的部分 是我们的四隔线 OK 好 那到这边我们先 休息一下下 好 那我等一下再继续介绍